霹雳怡保一名警员骑摩托车 护送首相拿督西安华出席活动 不料途中因为前方的轿车突然停下来 导致警员刹车不及发生了小车祸 蒙受轻伤 当时赶着出席活动的首相 以及霹雳州总警长拿督阿兹兹 亲眼目睹车祸发生 阿兹兹也随即下车协助受伤的警员 莫哈莫法祖 之后被送往怡保苏丹后拜农医院治疗之后 上市稳定 根据霹雳州警察总部的脸书贴文 莫哈莫法祖一群武长 来自霹雳州交通调查及执法组 他是在昨天护送首相 前往出席活动途中发生车祸 首相事后向莫哈莫法祖 发出援助金减轻他的负担 地面看起来自补人的主意 发生在终方位置内 旁并不久伤后 发生在终方位置